哎老公我看上这件衣服 嗯你给我少钱吧我想买 哎老婆你眼光不错 要多少 就两百 买啥呀买买买 一个家庭主妇 一天到晚的一分钱都不挣 天天就知道花我儿子的钱 哎 妈不就买套衣服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想想那些衣服啊早就过时了 这农村来的媳妇啊穿什么不行啊 你啊可别惯着他 哎小巧上个月电费多少钱啊 呃电费加物业费一共三百五 那剩下一百五你还给我吧 小巧我给了你五百块钱 水电费物业费一起三百五十块钱 还剩下一百五十块钱 那五十块呢 妈你要送个外卖还要收费 外面那么大个太阳 我又走了那么远 收你五十块不合理吗 你交个电费还要抛退费啊 妈 如果你去上班老板不发工资 你愿意吗 什么人啊 算得这么近 老婆公司临时有事 我得出去一趟 一会儿孩子放学了 你记得去接一下啊 好啊就送费一百拿来 路上注意安全啊 小巧你借自己的孩子也要收钱啊 妈啊孩子也不是我一个人的 她姓您 那也用不了一百块啊 您嫌多啊 那不你去接吧 这钱你拿 我接接 我也不会开车 那不就是嘛 你看我去考个驾照吧 也不容易 而且啊车也要加油 哎等等 先别吃 我把今天的菜钱算一下 排骨九十 鱼八十 藕片三十 米饭十五 一共两百一十五 三七二十一 每个人七十 我上菜店吃也没这么贵啊 还七十块 行贵啊 那别吃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给你 不用找了 谢谢老板 哎妈 你还不给啊 其实也不算多 比下馆子便宜多了 而且啊干净又未上 谢谢老板 哦对了还有 待会吃完了你们自己洗吧 要我洗的话 我是要收费的 瞎瞎 这菜钱凭证分也就算了 洗个碗你还要收费啊 下不给也可以 大不了以后 饭你们来做 反正我也懒得下厨 我不吃了 我气饱了 哎妈 钱都给了 饭也得吃吧 哎妈 怎么了 小声音 别让小小听见了 我的药膏用完了 用点小小的 妈 你用吧 一会啊记得给钱 用一只药膏也还给钱啊 你不用也可以 你自己去买呗 我也不勉强你 不就一只牙膏嘛 史峰 你也不用吧 一会儿妈下去吧 哎妈 你买你的就行了 我以后就用这个 还挺好用的 老婆 你买的什么牙膏啊 刷完口气清新 口腔还舒服 这是益生菌牙膏 里面添加益生菌活性成分 不仅能去除口腔异味 还能清洁牙黄 牙黑 腌制色素 抑制色斑 我现在特别喜欢用它 难怪你牙齿这么干净 那价格贵不贵啊 不会 现在商家做活动 只要59.9一套 买一套 还送一套哦 而且还加送两只水果口味的 这个水果味的牙膏也很不错哦 不仅能够清新口气 持久留香 还能洁白去自 调节口腔异味 当然小孩都能用 你就说59块9 能买到六只牙膏 对啊 确实挺优惠的 那你给我多买几套 我给你钱 真的这么好用啊 妈 你要用的话 要先给钱哦 或者你自己到评论区去拍 要我拍的话也行 我要多加五块 什么都要钱 说得这么清楚有意思吗 还不止这一点呢 以后 我打扫卫生要收钱 洗衣做饭要收钱 辅导孩子也要收钱 钱钱钱钱钱 这么做我们还是一家人嘛 妈 您说的对 我们还是一家人嘛 我在家做全职保姆 伺候着一家人吃喝拉撒 从早忙到晚 到最后 我连一件衣服都买不起 我一个月给你两千块钱的生活费 你不够用吗 妈 现在什么都贵 就你那两千块钱 都不够我们一家四口买菜的呢 再说了 我还没有买衣服 还没有买鞋子呢 那以后 我每个月都给你一百块钱 这样总可以了吧 就一百 你请个保姆 也得花五六千吧 像我这种全年无休 既当保姆又当厨师 还要辅导孩子写作业 什么时候 也得一万多吧 实在不行 以后啊 孩子你来带 饭你来管 我回公司上班 自己花钱 自己挣 妈 与其说她在家不赚钱 还不如说 她再给我们家省钱 现在对女性最大的不公 就是怀孕生子 超时家务 照顾公婆 还不能祭费 如果能祭费 按照现在她付出的价值 换成现金 你的养老金 加上我的工资 都请不起她